女模特儿邵一婷因为涉嫌吸毒 扯出了女模陪吃饭的话题 网络模特儿平台经纪人表示 正商名流吃饭都喜欢找女模特儿做陪 这根本就不是秘密 小咖陪吃饭的行情有6000到8000 如果是一线的女星 行情从数十万甚至到百万都有 网络model平台爱秀感秀的年轻美妹 纷纷po上照片等待通告 像这类型的网站台湾就有十多个 号称有五六千名的model 除了拍照 走秀 接活动的通告之外 陪吃饭是model眼中最好赚的一种 吃饭就有钱拿甚至还送名牌包包 正商名流的饭局 最爱有美媒做陪 让气氛轻松 方便乔事情 亲戚人就透露了大老板 最爱的类型是气质美女 战商名流吃饭局的时候 通常他们经常都会交代model 就是要穿着洋装小礼服 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像是那种 有气质的那种社交小名言的感觉 所以其实气质谈吐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女model陪吃饭价码大不同 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如果有点知名度 行情再往上跳 一线女星数十万 百万的也有 经纪人就说了 吃饭model很抢手 一遇到周五 周六 假日 或是景气好后 女model甚至会跑她 跑到缺人